有粉丝私信我说想看韩西在夜演图 出名画到底有哪些奥秘 首先一路眼帘的是龙起的红色被子下面压着一把琵琶 而主任韩西在则是面无表情的端坐于罗汉庄 而旁边这位布局小节如痴如醉的是星科状元王灿 其他人还包括韩西在的同僚 门生 侍女和歌女 而这位头戴金柴腰带配饰的绿衣女子 是当时的顶尖女艺人王乌山 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琵琶表演 而紫围狼朱贤表情沉重地看向镜头 同时坐出了插手礼 坐出同样姿势的男人则是紧盯着韩西在 他的背影又受到了一位歌女的亲爱 而桌子上的佳肴美酒则无人问津 之后晚宴进入第二个环节 众人围观王乌山表演绿妖舞 状元狼玄冰夺主席靠在椅子上 韩西在脱去外衣击鼓伴奏 表情意味深长 门生书牙打着拍子 而这个男人依旧紧盯着主人 这时身后的一位僧人手持插手礼不敢直视 原来他是韩西在的挚友德名和尚